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所称的皇历不是皇社日历 它来源于皇帝的皇是皇帝的历法 是皇帝颁布的日历因此称为皇历 在古时候皇帝是天子 自定历法看天象计算日期完全是皇帝的特权 一般百姓不可乱动 在华夏文化传统中 皇帝是天子 因此看天象属星星计算日期 乃至于宣告节气 以及每日汇报时辰 完全是皇帝皇家的事情 历史上改朝换代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重新立法改纪年纪元 新的皇帝是天子 要开始替天行道 开始新的纪元 在华夏历史上 从秦始皇到清朝 一概如此 皇帝皇室颁发日历 让普天下按照皇帝的日历过日子 擅自编制印刷日历是重罪 甚至谈论天象 仅仅是谈论天象都可能被砍头的 到了民国后 没有了皇帝 民间百姓可以自行印刷出版日历 一般的做法是把旧立 旧立法成为皇帝或老皇帝 而皇帝已经是 现在皇帝已经是中华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皇帝是阴阳历 它是阅历和太阳历的结合 因为不是政府印刷颁发的日历 皇帝的形式以及内容 比较随意、亲民、自由 其内容一般都是由商家自行来决定 虽然皇帝的形式各式各样 但其内容一定要有算卦神学、风水等条目 一般来说 皇帝在编辑印制过程中 其中的日期天象 基本完全超用现代官方的日历 因此 他比旧的皇帝要精确准确 而且还可以推算上下几千年因 往往号称万年历 万年历的万年只是一种象征 仅仅表示日历的时间跨度大 谢谢观看收听 如有问题欢迎在留言区讨论 如喜欢请点击右下角的订阅 以使我们能够继续制作相关题目的视频 谢谢